Hello,大家好,我是麦陀 说老子岛有没有啊 吃点好系列第一期 没坑吧,说更新就更新 这期是古装台词对比 以前演员演古装剧 尤其是正剧啊 说出来那个台词都是古风古运的 大片的文言文都能给你精彩的演绎出来 你完全能相信他们就是古代人 现在的演员呢 一说话就跟cosplay一样 别说古代人了 他们能顺利的喘上气 我都感谢老天爷了 什么吞音的 气虚的 前后鼻音不分的 调职都说不满的 还有胡说八道的 遍地都是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细细的说说 现在演员和以前演员的古装台词 好吧 我们先说古装台词最基础的东西 节奏、土字和气息 古装台词和现代剧不一样 它的台词是更需要气息平缓的 土字清晰的 有韵律的说出来的 虽然就三个形容词 但你看这三个词 满满的基本功啊 满满的学识文化 所以古装台词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作是演员台词的考试 因为它不只需要基本功 还需要你有 文化 我们现在直观地感受一下现代剧和古装剧的台词差别 拿我们的敌胖胖作为例子 您今儿让我这儿啃黄瓜条就会跟我说这事 不好办您也得想着给办 我徒弟那儿急得都快上吊了 您想啊孩子刚搞了对象 本来这臭工人就让人瞧不起 您再让他一身油漆味去见男朋友 这不诚心毁他吗 这不是 可是 你就是如焉 小女拜见叔父大人 哎呀好了好了 快起来快起来 好啊真好啊 我记得十几年前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小丫头 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 怎么样 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是不是很明显 你不看他的胖胖脸 都能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物在你眼前 狄大人台词的节奏就会有拉长的感觉 质地有声 咬字非常准 非常清晰 张大明的台词呢 嘴巴就会更放松 节奏也更随意 还有北京口音 这里插一句啊 你看即使是这种小市民的生活话台词 梁冠华老师他又喘不上气吗 他有归音问题吗 他有重音问题吗 所以不要老拿角色找借口 这就是基本功的事 之前还老有人说 啊这什么生活话的台词 还质问我 台词一定要自证腔圆吗 是的 只有你自证腔圆的恋 有了这个正确的过程 你才能收放自如的眼 你前后鼻音都不分呢 你跟我说什么塑造角色呀 你的角色设定是前后鼻音不分啊 我们来听一下以前的小声 和现在的小声的台词 所以 那你家主人呢 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 他怎么不进去找我 啊 整个杨柳桥就他一山一个成人君子是吧 还不方便来这种事 我跟你说啊 我爹没少拿他教训 不教会读过书吗 有什么了得起 他那样子打扮成男子的样子 赤胆中干才智过人 虽缺考一科 然乃为朝廷吉凶之国 其情可量 究其他卷科成绩 实以名列前茅 乃状元之才 都是古装剧 都是三十岁演的 一个说话完全就是现代人 基本上就是他生活里怎么说话 剧里就怎么说话 没有任何处理 所以一秒回名真 而周杰呢 每一句气息都很稳 什么吐字归音气息均匀 这种基础的 不能再基础的东西 就不浪费时间说了 为什么选这一段呢 因为这一段虽然有些文艳文 但并不是那种非常严肃的 正经的像上朝的那种台词 而是一个人日常在读文章的状态 他要演出的是第一次读这段的样子 你看他的处理 停顿节奏真的做得很好 所有的一样顿挫 情绪表达 对台词的理解 对人物的理解 都是很优秀的 整体都会让人非常安心 我们来说一下 古运和情绪这两件事 其实台词说来说去 就是六个字 气托声 声传情 台词最终的目的是要传情 因为文字只有思想 是没有感情的 剧本上的同一段文字 演员是要通过自己的加工 赋予他情感的 而古装台词里的情 是通过一扬顿挫 轻重缓急 语气语调表现出来的 我们来听听两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 来 蒋西和白露的台词对比 你让我省省心吧 在母亲眼里 变什么都是我的错吗 您还真是每一次 都会出乎我的意料 您有什么 规格女儿家 还未出嫁呢 就要窜逗这块 人亲平名誉 毁人终身大事 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 长大怎生得了 非虽以本宫童有协理六宫之权 但妃就是妃 退妃就是贵妃 只差一字 就得低人一等 低人一等 便要俯首天尔不得为密 景妃 你懂吗 耍心眼掉眼泪 半笑里说是非 表面上一池净水 底下去暗潮汹涌 换作是本宫之礼 必定铁腕铁拳铁石心肠 重型之下 还有谁敢罔顾法机 是不是太明显了 他们俩演这两部剧的时候 一个28 一个29 娘娘是28的那个 白鹿的台词 每一个字的间隔 都是一样的 全是匀素的 人类是不这么说话的 所以她的台词 听起来就会很像AI 另外就是她灾难的重音 就像最后一句 那就让太后娘娘亲自来问我 这是整段对话的高潮 也是人物情绪的最高点 结果她说的是 可搜查是太后娘娘下的纸 那便让太后娘娘亲自来问我 太后娘娘亲自 就两个逻辑重音 全都没有 所以听起来就像那个 史莱姆一样 瘫在那儿 怎么拿都拿不起来 情绪根本就没有出来 而华飞是不是有种唱歌的感觉 尤其是那几句脸句 声调高低的变化 声音力度强弱的变化 这就是一扬顿挫 这是和樊胜美的台词 完全不一样的表达 因为这是古装剧 所以即使她的语速是比较慢的 但情绪也是饱满的 再加上准确又舒服的节奏 断句和重音 你闭着眼你都能看到一个宠妃 在给你翻白眼 这才是台词应该做到的 让观众看到角色 这个视频我没有选那种台词很烂的流量 比如需要人声的 需要秃奶的 需要吸口水的 我都没说 因为如果太差了 说基本功都说不完 但即便是这样 你也能看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说出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我们看古装剧 能听到诸葛亮酣畅淋漓的龙中队骂王朗 能听到狄大人雷厉风行的断案 即便年纪小不懂那些文言文的意思 但也依然会在中文特有的韵律里 感受到剧情的精彩 人物的魅力 再看看现在的古装剧 古偶剧 演员连长句子都说不好 大白话都费劲 还理解台词 字都读不对 演技也是越来越佳 越来越浮夸造作 嗯 都说到这了 那下个视频吃点好系列 就是说 以前演员内敛但充沛 和现在演员肤浅造作的演技的对比吧 啊 好吧 好啦 我是麦陀 看完了别忘了三连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